就是所謂的嬰兒按摩這四個字 然後後來就爬到這個課程 那時候也是初步只是想說要解決小朋友的問題 然後就來學看看有沒有改善 可是後來就除了改善這個問題外 然後可是跟他的步驟會變得比較多 那他有時候看到一些手勢的時候 他會變得比較開心 特別就是像我講 他現在只喜歡腳步的部分 所以他就是是我比較意料 出貨意料之外 然後比如說像現在沒到 每個星期六個的話就會說 快 剛才起床就去 是按摩課之類的 爸爸比你還期待的 對 爸爸 對 對妹妹來講的話就是爸爸按摩 他反應也更不錯這樣 媽媽剛剛提到說 一開始是因為生理的因素對不對 因為他夜間會哭鬧 媽媽懷疑他是不是有長腳痛的原因 所以他才來報名上課 那後來這個問題已經改善 現在早上幾點起床 六七點了 你看 媽媽你猜對了對不對 因為媽媽上次就有說 三點半變五點半 再來就變到六七點了 OK 好 那 好 太好了 那第二點呢 對課程的建議的話 我覺得音樂可以就是整個課程再環繞 因為像我不是很喜歡 就是比如說 像那個歌謠我可能有時候 我覺得他可能就是用自己熟悉的歌 然後就下去弄 反正不會覺得 反正不一定對 但是就是可以讓他有音樂 那我覺得說像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就是整個充足在音樂的環境中這樣 OK 了解 那愛的計畫的話 嗯 因為目前家裡可以實習的大概 就是老公跟小孩比較多啦 嗯 對啊 所以呢 如果說有朋友 因為我目前還沒有朋友有小朋友 那如果說有 如果以後有小朋友的話 可能也會跟他講說 叫他參考一下 嗯嗯 因為畢竟這整個過程都是 出乎我意料 嗯 對 可能會比較顛覆大家的想像的話 就會推薦 OK 好 好 謝謝 那爸爸有沒有要補充的 嗯 因為我的畫是 增加了親子之間的步道 嗯 那通常把按摩 是一大多數的更新的樣子 看到孩子很開心 爸爸就會很開心 對 對 OK 媽媽都會要求爸爸畫牙 對啊 好 所以這裡我有錄影存證喔 爸爸收回去要幫媽媽按摩 OK 好 那我們一樣恭喜婷軒 我們來頒證書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